继之前史前馆推出的听水的故事展览 这次以听水的故事理念为辅 策划了绘画体验营的活动 小朋友可以自行发挥创意 挥洒色彩在布料上 以珍惜水资源为作画的理念 形成了一张张创意的画作 接着每张画串联成了一大篇幅的艺术品 这次的绘本研习 其实是针对我们史前馆 有一个特别的展览 就是小水滴的旅程 那让他知道说 我们怎么去善用水的科学 利用水来帮人类做一些事情 当然也带到说水资源的珍贵 希望我们学生可以知道 怎么去珍惜这些用水 在这三天的课程 我们有一天的下午 是带孩子做布画 让他们把整个参观 水资源这个展览的过程 画出印象最深刻的一幅画面 再写上一些文字的说明 那接下来后两天的行程就是 让孩子来做绘本 要他们写一本跟水有关系的 一个绘本故事 那我们发现有些学生 他们会从这个珍惜水资源来写 那有些孩子会特别谈到这一次 尼伯特台风来带来的雨水 还有强风 也讲到水的威力 那另外有学生会谈到说 台湾其实是个缺水的国家 我们要更珍惜我们身边的用水 要节约用水 让我们这个用水不予亏法 藉由这一次参加绘画体验营 不但可以激发小朋友的创意 在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倡导小朋友 珍惜水资源的概念 东南宣布方 林王秋文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